作者 請公開 指教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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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死刑 指指刑才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喝止作用 如果連死刑都沒有 大家都做了再說 你總共指導 或幾位 Last year 死刑案在我們臺蘭 那時候有 16 位 後來實行了 有十一位 現在還有六位 所以在台南看守的時候 有輔導過差不多有十二三位 台中有四位 老師會發現說 這世界上真的有人就是天生的惡人 對 有 一定有 他這業力牽引來的 是 他不然會傷害他的家人 還會危害他 周邊的這些社會人士 你來做這些死刑犯的個別輔導 你要有那一種傾聽的態度 讓他們講 不要一直想要我們要給他什麼東西 因為你傾聽你才知道他需要什麼 所以我們大概都是 我們大部分都是用傾聽 讓他你講 講一段時間你才從中 把茄子進去 這樣可能他更能夠接受 而且那個場面會更和諧 這樣你那個輔導才有效果 其實憤怒每一個人都有可能 因為動物都有可能憤怒 人在憤怒的時候他的理智 他大概只有五歲的智慧 所以他的理智沒有 如果那個時候你當下講出來的話 是你心中的那個惡魔講出來的話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時候 本來就是 你如果冷靜開 有很多時候很簡單 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我們都想到很困難 你想到很困難 你就不敢去面對 所以西藏有一句願意 能夠接接的困難 不要擔心 可以接接嘛 不能接接的困難 你環繞也是沒我們姐姐啊 是 所以那個是多餘的啦 所以西藏有一句話 面對他 處理他 解決他 我們都可以解決困難 然後我們可以解決心 然後我們只看成了 感谢观看